我是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常务理事 也是加拿大中国专业妇女协会的会长梁梅英 就是针对近期我们这个社区里头的一些绑架、谋杀案件 就是看到这些新闻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心疼 我们的社会在这法治社会 就是说这个社区里头发生这么多的这些案件 我觉得好像我个人是感觉 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 自身的安全也好 邻里的安全也好 是非常是一个很大的忧患 就是我是20年前移民到加拿大来的 当时我登陆的时候 就是这边的空气啊 这边的治安啊 这边的友好啊 就是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所以而且也是这个加拿大也是一个很前卫的一个适合居住的国家 所以这个近年来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些不安全隐患 这么多的这个抢劫谋杀也好 就是感觉这个身心灵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国家 怎么能继续让我们 让我们的家园能安宁 能平安 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通过好的立法来震慑这种犯罪 就是给我们的家园 就是说起到一个 让我们就是说能在这边安居乐业 能很幸福的这种继续生活下去吧 回到我们20年前移民前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平常心说真的 我走到大街上我也觉得好像缺乏个安全感 就是很荣幸的是 我觉得我居住的社区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这个邻里守望 邻里守望 我们的邻里守望是特别到位的 我们的邻居群里面 就是说任何发现任何可疑的车辆 可疑的人员都往群里发 都会提醒大家 注意这辆车有可能是怎么样 就是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算我们邻里守望做得很好 我们就上个月 我们的邻居就丢了五辆车 真的五辆豪车丢了 就是你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我们这么的去护卫我们的这个社区 邻里 这个车还是就这么丢了 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 那个在外面做装修 那个切割的工具 就一个人那晃当晃当 就拎着切割工具 护照车上就抢走了 你就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有关部门 能不能通过更好的立法 来打击这种犯罪 给我们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我们的社会环境